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如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 《大爷们前行引导文》 现在继续讲上师瑜伽当中 昨天前面讲了 念诵仪轨 还有 后面如果各方面因缘成熟的话 可以念诵《同色极限上》的发愿文 这样的上师瑜伽 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可以说 行咒 作我都可以应用 应用的时候 我们行咒的时候 将上师 莲花生大师 关在自己的邮件上面的虚空当中 作为转绕的对境 不管到哪里去 整个上师皈依经的贪承也好 或者这样的上师 关在自己的邮件上 你不管走多远的地方 你所有的步伐成为转绕 成为转绕 功德也非常大 我们安坐的时候 将上师观想在自己头顶的虚空当中 不管在哪里坐的时候 也不一定 如果我们修行比较好的话 不一定你非要闭关 不一定非要坐禅 关起门 不一定 其实真正的修行境界好一点的 无论在大城市里面 还是在任何时候 在发心也好 在坐什么时候 随时都是他可以这样观想 在安住的时候 观想自己的上师 在自己的头顶上 观想前面所讲的明观一样 作为祈祷的对境 包括你自己的言谈 一切的行为 都成为他的一种祈祷文 自己心里也可以这样观想 随时一切的行为 都是上师在自己的顶上 想用饮食的时候 将上师观想在后间 作为饮食现行的供养对境 上师在平时饮食的时候 观想在自己的后间 后间也是将自己所有的 比较平时自己喜欢吃的鲜心供养出 显而无自信的 我们有时候观想 是不是在喉咙里面 在那个位置 其实这些不是这么想的 只是在后间这样想的时候 那么你自己所饮食的这些鲜心部分 向上师跟上师对境 其实生起子弟 稍微对密宗的道理有所观想的话 不一定我们人们认为的 所谓的特别坚固的东西 在那个位置一定要 他是依靠作指的 要考虑很多 不需要这样的 就像我们心里面 在哪里都可以观想 比如说你上师明观的时候 你马上观在自己的心间的话 哦 在这个心间 哦 在头上 我在那个 我们的意识 刹那刹那地可以转变 其实上师也可以 莲花生大师无处不在 主要的是我们不会观想 没有观想的话 那么确实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种遥远 因此任何一个修行人 看他对上师 对本尊 对其他诸佛菩萨的相不相应 靠他自己的观想 如果你经常想 经常忆念 那么佛菩萨也经常保护你 经常一直守护你 刹那也是没有离开过 如果我们从来都是没有想到 即使你口头上天天念 但是忆念很重要的 所以除了种下种子以外 不一定有的 而唐下的时候观想 上师在自己的心间 作为所知如品之舍要 一般我们大圆满当中 经常有所知如品 一切万法以宝品方式来 入于自己的心间 最后心间的明光 明点也融入法界 以这样的境界当中 心入面 所以在晚上睡的时候 观想上师在心间 或者根据自己的观想吧 如果你实在心间不好观 在头顶位置上师 已经在光明 光圈当中都照着的话 那这样观想也是可以的 众而言将随日随之 将自己的处处 观想成真正的同色吉祥山 拥有这样的正念 将一切显现观成上师的身体 恭敬称心 所以我们修上师瑜伽的时候 如果看你是不是修的 莲花城大师的上师瑜伽 如果莲花城大师的上师瑜伽 那么一定要想 你所处的地方 全部都是红色吉祥山 莲花城大师的刹土 而且以这样的正念一直不设计 这种情况下 你所看 所见 所闻 所得到的一切 都是上师的一种幻化 上师的一种现象 哎 这是一切都是上师给我的 一切都是上师的现象 好像记得 《全心备忘录》的上师瑜伽 最后也说了 归根基的一句话 一切苦乐都是显为 自己上师的本性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多的一些修行人 在平时生活当中 都不离上师的相 这样各种外缘不可能对你有害的 其实这是最好的一种修盔甲 守护 保护铠甲 非常好的 以恭敬称心 当你罹患一些疾病 出现魔障等 不幸运的事情的时候 也要想到 这是上师以大悲赐予我 净除恶业的方便方法 满怀欢喜 而不要生气断除之心 真正的一些好的修行人 当你生病也好 当你在修行过程当中 出现一些违缘 包括你房子塌了 生意不好 或者别人开始说你的坏话 自己很多的修行也不成功 发行也不成功 什么都不成功的时候 就要想到 这是上师给我的一种加持 真的我们有时候 修行还是比较差吧 比如说你好的一些梦 好的一些现象的时候 我们经常想 昨天梦到上师多好啊 然后很好 非常欢喜 而你身体不好啊 然后修行过程当中 经常出到一些碰彼此 这个时候 啊 怎么上师不加持我呢 这个上师 我祈祷上师的时候 千万不要碰我 其实也不是这样 真正的一些好的修行人 真的很多修行窍诀里面讲的 根据上师对你的很多方法 不相同的 有些人以随缘的方式来 对你制造随缘 各方面都是很顺利的 有些上师以一些违缘的方式来 让你遣除障碍 遣除魔障 遣除 比如说 你身体特别不好的话 其实有些修行人 甚至自己住医院 得癌症 在这个时候也是 噢 这是上师对我的一种加持 我可能下一辈子的罪业 就是今生当中 重罪轻受 应该是这样 心里面非常欢喜的 但我们很多人 好的显现出现的时候 承认这是上师加持的 然后不好的事情出现的时候 噢 这是莫给我制造违缘的 一定要上师来帮我 把遣除魔障 其实这种排除的方式 其实不是很好的 当你获得幸福 安乐 风衣住世 还有善法 增长等顺缘的时候 要认识到这些也都是 上师的大悲所知 万万不可以生起傲慢 或者欢喜若狂等等 我们经常也会有这样的 其实比如说你有吃有穿 修行方面也是很不错的 善法也是不错 弘化利生的事业也是不错 各方面的事业 有说成功的时候就觉得 噢 上师给我加持 我修上师很成功的 那么这个时候自己认为 自己好像跟其他人的修上师 瑜伽并没有那么感应 我都是天天做梦的时候也是有上师的这种 这对自己来讲确实有 所以这也是一种非常不好的现象 但是凡夫人的话 比如说我昨晚上生病 梦了什么魔障啊 前一段时间我就梦 好像我看到了到处都是人头 我拿了一个人头走 他眼睛一直在转 我有点害怕 醒来了以后 马上祈祷上师 我觉得是不是我会生病啊这样的 但后来也想 噢不是 这个应该是上师的加持 但后来也想 哎呀 上师的加持 昨天的梦是很不乐意的 我怎么观想啊 观想半天 一直转不过来 可能我看很多道友也是 有时候真的梦到上师 尤其是上师很慈悲地传授一些教言 那个时候醒来以后 特别舒服 昨天确实是上师加持我了 等等等等 所以其实这种好的执着 认为是上师的加持 不好的认为是 上师不给我加持 为什么上师怎么祈祷 也是一直没有感应 其实我们做噩梦也好 出现违缘的话 上师都是对你制造的 上师对你制造违缘的 那么你应该欢喜 因为你这种人 只有制造违缘 出现障碍 生病 只有这种方式才能 前世的障碍可以遣除 否则你非常顺利 非常快乐的话 你暂时还没有到 这种机缘成熟 因此上师以魔障 刀障 或者一些疾病 以那种方式来 所以如果我们 是个很好的修行人 那一切都是上师的加持 这一点可能学过 修行奇要的人 大家应该心中 稍微有一点了解吧 如果在禅修的过程当中 出现一些疲言或者乘调等现象的时候 要观想自己的心语 上师的智慧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护持持相见解的智相 聚精慧身地祈祷上师 并念诵莲花生大师信咒 如果我们出现一些疲倦 乘调 或者散乱 这个时候 把自己的心和上师无二无别 其实我们每天都是 修一个上师瑜伽 对很多人来讲 应该这是很好的 有些人认为 我没有机会见上师的面 但实际上 你当时修上师瑜伽 最后上师的心和自己的心融会一体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少许安住的话 这个是每天都是见上师面融的 而且他是最了意的上师 而不是形象上的上师 其实真正在你面前显现的 肉体也好 照片也好 或者梦见的上师 这叫做不了意花花王 是一种清净形象的外象 如果你自己真正的心 上师的智慧无二无别 在这种境界当中安住的话 他就是真正的 普贤王如来无二无别的根本上师 所以我想我们也是 每天虽然时间很短 大概是半分钟安住 他安住的时候 有愿者当时每天都有机会 见见上师的面 这是真正上师的本来面目 比平时上师的肉身更重要的 应该是这样 真正的上师都是他 所以我们应该聚敬会神的祈祷 而且念 欧玛红巴仁格尔巴玛斯德红的 莲花生大士兴咒 莲花生大士兴咒 按理来讲 按照龙青心地的传承的话 每个弟子都是念一千万遍 这是前面也是讲过 华智仁波切的以前传承的 包括智悲光尊者和如来雅尊者 全知无垢光尊者的话 传承弟子们都是过一千万遍 我们在座的可能在三年以来吧 基本上每年都是念了一百万 一下子我们可能念一千万遍 很困难的 但特别希望有些人 因为有些人可能闻思比较忙 确实让他马上要念一千万遍 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闻思不太忙的 有些修行的人 我觉得念七句七道文 围住的 修上师瑜伽 修上师瑜伽的时候 念一千万遍 至少也是把一千万遍 完了的话 一定会是莲花生大士和 传承上师的加持融入你的心 然后你一切道长的违缘一定会是遣除的 所以我们包括城市里面的很多居士 现在念一千万遍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已经念了一千万遍的人比较多的 有些念一百万 两百万 有些念十万遍是最少的吧 不管怎么样 希望大家还是应该 没有什么事的时候 说一些废话 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应该说自己的身口因结合于佛法 这样的时候还是要念 莲花生大士的心咒 如果真正能够这样修下去 那么万事万物都会显现为上师瑜本尊 所作所为 都将成为善法 如果我们真正上师瑜伽 修得很好的话 那一切的 比如说魔障也好 其他任何人也好 什么都是显现上师和本尊的相 那么一切的所作所为 都会变成善法 走路也好 吃饭也好 什么都是出现在密宗真正的 转为道用的坛城当中 那种生活非常快乐的 在这里讲至尊米拉日巴 好像他在那个山洞 有一个像西流般的山洞里面 他修光明境界 境界的时候有一次出现在他的洞口 来了一个灰色的鸽子 然后这个鸽子对米拉日巴尊者 特别恭敬的 鞠躬 点头 还有转绕 多次等等 后来米拉日巴觉得 他应该是天界来的 然后对他进行传法 进行传法 唱到这个道歌里面 好像跟下面的偈颂比较相同的 记得好像有这样的 但是是不是这个偈颂我忘了 反正在米拉日巴那个 《道歌经》里面是有的 然后他唱了一些歌以后 到后面的时候 又来了七只恢败师的鸽子 给他们传授佛法 以金刚道歌的方式来传讲 传讲以后米拉日巴问 你们这些鸽子从哪里来的 最后他们说 我们从天界来的 是我们天界来的 我们都是天女 然后米拉日巴要求他们 把自己的身体应该是天女的相来出现 然后米拉日巴问 为什么你们装着鸽子出现 那些天女说 我们通过天眼发现 米拉日巴尊者在这里面与世隔绝 断除一切的时间 在山洞里面这样的修行 极其地随喜 对你生起了极大的信心 但是如果我们以天女的形象来的话 害怕世间上有无名习间的人 对你说一些谣言 在山洞里面有一群美女一起 这样可能不太好 所以我们商量 经过多次协商 最后大乘共识 一起装着灰白石的鸽子来的 后来米拉日巴跟他们 也在进行传法 后来那些天女要求米拉日巴 让到天界去传法 米拉日巴尊者说 天界一切都是无常的 也没有什么可谈的 我不太愿意去 佛法人间也是可以弘扬 不肯去 当时没有去成 米拉日巴对他们 也传了很甚深的法 我们修行人到上师瑜伽 已经修得圆满了 修得很不错的时候 行出作物都是一种清净的状态 不像我们世间人一样 全部都是 好可怜 我造壁裂 我造好可怜 我造壁裂 我 不知道壁是什么 也有一个人说 所以不像我们世间人一样 好可怜 应该是 米拉日巴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心显现转道用 六具自戒之走势 他说 我心走的时候 一切显现都是转为道用 我走路的时候 不像我们有些人一样 开始跑来跑去 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整个六诗句 雅尔比瑟是六种诗 全部都是自解脱的一种走势 在你心怒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六诗全部都是自知自解脱的 这样一种方式 不像我们世间人一样的 然后若作无为本来诸 请精华十亿之走势 他安坐的时候 也是没有任何改造的 在本来的境界当中 进行安住 这种密法精华 精要十亿的一种坐势 就是在密宗里面最究竟的 最精要的这样的坐势 坐势就是什么呢 你安坐的时候 就像上师关在头顶上 或者所有的分别念 全部融入智慧大乐当中 密宗里面的 其实我们一看 有些修行人 对他短暂的一个接触 也能看出来他所谓的一切境界 这是他的坐势 若是享用空性食 断除二趣之食 他享用饮食的时候 不像我们大口大口地吃着 应该是他以空性为食 也就是说即使你吃了饭 实际上把这些没有贪注 应该懂得里面的一切本体的意义 完全是断除了 能取所取的方式来使用 若因同意念之权 坚持不懈之意 然后他喝任何一个饮料的时候 不像我们世间人一样 应该是和正知和正念的感权 正知正念 也就是说这样的 正知正念的摄持下 坚持不许地修持 一直努力的 所以他整个生活的方式 跟普通人的生活完全都是不同的 我们生活有食者 有贪执 还要造恶业等等 上师瑜伽 修得很圆满的时候 一切都是上师的相 在山东里面 在城市里面 在车里也好 在那里都是一种 一切都是在上师的 加持和显现当中 所以这种人无论是你在短暂的 世间当中 他过得应该是很快乐的 因为在他面前 除了上师的加持和 上师对你词语的吸体以外 没有什么磨争 确实没有磨争 我们现在凡夫人 我刚才讲的一样 对我有恥有传的时候 上师加持 上师很慈悲 还是没有忘我 很好的 有一点点出现的时候 是不是上师不高兴 是不是上师一点 故意皱着我 其实有些人经常在 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 经常担忧 那天我有一个认识的一个居士 以前他一直的上师比较多 他天天都有点堕虑 是不是上师不高兴 是不是上师舍弃了他 我后来给他说一句话 我说 这个上师也不是一个小女孩一样 那么你也不用特别担心 他后来过了几年以后跟我说 我传过很多法 但是所有的传法里面 这一句话对他来讲是很惯用的 随时都是 本来担心比较多的 但后来一想到这样的时候 自己对自己有个安慰 其实我们真的 在世间当中也是 如果看作上师是一个又有嫉妒心 又要心胸狭窄 是不是上师不高兴 是不是上师已经施门了 对特别耽著的时候 好像上师在某一个环境当中遇到的时候 原来我都有这样的 一直法王的过程当中 刚开始的时候 有时候清净上师也不行 清净的话会不会很烦 又不敢去 又不去的话会不会上师想 他一直不到他那里去 会不会这样 然后心里面一直是忐忑不安 有这种感觉 但后来想得上师 上师都是诸佛菩萨的话 我发现只要我尽量地 尽心尽力行持的话 应该不会那么小气 后来自己对自己安慰说 上师不是小姑娘 其实小姑娘也不一定都是这样的 但是人们经常有这种说法 世间人当中 所以我们想真正一切的现象 都是上师的现象的话 那修行确实很成功的 不仅如此 他生了密宗金刚道之后破誓言以后 后来进行初步得到清净 还有有资格 修持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 以及大圆满等一切道 不出现任何的障碍 不不如企图等 以及功德资粮 日具增上等 这一切归根到底 都是依靠上师能成熟的灌顶 那么刚才讲了 当然从密宗来讲 所有的这些誓言清净也好 深渊次第圆满 还有不出任何障碍 修行过程当中 这些全部都是 依靠具德上师的灌顶非常重要 如颂词当中也这样讲的 密宗唯一灌顶无成就 犹如诸子手中无传将 密宗没有灌顶的话 不可能得悉地 不可能成就 就像传之的话 没有传将不可能航行 还有在续部当中也讲了 未受灌顶无成就 杀子无法宰出油 那么这里就是说 如果没有得到灌顶的话 不可能成就 我们杀子怎么样炸也 实际上是 里面不可能出现油 这个道理说明 尤其是在密宗金刚城当中 依靠上师的灌顶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切的来源 依靠上师的灌顶 上师的灌顶 以前也好像讲过 光是在任何一个上师那里 没有经过观察 就随便得一个 形象上的灌顶不一定得得到 就是好像我讲过吧 灌顶必须要具足两个因和四个缘 那么两个因 相应因和具身因 相应因的话 灌顶守着他自己应该身体 身体上面的 比如说足根具足 丰满名单 还有在自己身体各方面 有听受的能力 有接受的能力 认自己各方面身体的因缘 必须具足 然后具有因的话 当时灌顶的一切条件 包括灌顶的法器 比如说佛像 还有当时灌顶的时候 所用的一些甘露 莲肘等等 并且这些都是具得上师的一些 进行开光和加持的 这个是两个因 这两者一定要具足 但这两者一般来讲 主要灌顶不知道合不合格 表面上都可以具足 一般听灌顶的人 身体各方面应该是比较具权的 但最根本的 后面的四种缘不是特别容易具足的 第一个因缘 还有增上缘 所缘缘 无间等缘 因缘作为弟子来讲的 弟子他自己一定要 比如说大黄黄网里面 最主要有五种灌顶 什么利益灌顶 听闻灌顶 传讲灌顶 还有金刚王权灌顶 等等 这样的话 第一个需要作为弟子来讲 具足信心 然后第二种灌顶 需要有一种自立的心 自己互相获得解脱的 第三种是要利他的心 第四种是自利他利的心 所以接受灌顶作为弟子 他自己的话 一定要有证见 有信心 对密宗有认识 对密宗的重要性 你光是在灌顶群体当中 信心也没有 只是到那里来 坐 坐 坐 一会儿就走了 这种得不到灌顶 第二个愿 也就是说 因缘不一定具足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因缘 然后所谓的增上缘 第二个缘叫增上缘 增上缘作为金刚上师来讲的 而且金刚上师 像《大黄黄网》的第九品里面讲了 《极细之诗言》 《极细之最殊胜的诗言》 第九品里面 意思就是说 作为金刚上师 他自己除了本法的 所有的念修圆满 比如说我要观一个 金刚诀的顶 金刚诀的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 他会修过的 并且最好所有的这些标准 达到如量 而且他需要念的咒语 都要圆满的 最好亲自见本子 如果没有的话 至少也是 梦见要见到的 所以作为上师他自己来讲 应该有很多的一些条件 上师他自己对密宗的 见解上面也好 修行上面也好 然后密宗的行为上面 见修行各个方面 有一定的定解 有一定的能力 否则并不是所有的灌顶 谁都可以灌顶 只要把宝品能抬得起来 有灌顶的资格 不是这样的 很多人经常讲 上师你灌不灌 你给我灌个顶嘛 你什么时候给我灌个顶啊 我一直等待着 你给我们灌个顶啊 但灌顶不是那么容易 并不是每一个上师 都是可以灌顶 不要说灌顶 连讲密法确实也是 没有一定的把握 之前是不允许的 所以有智慧的一些上师来讲 他不一定随意答应 所以这是第二个增上缘 然后所缘缘的话 弟子和上师都要具足的 本来所缘缘还是有很多方面的 比如说灌顶的自具方面的 一些物质方面的 还有咒语方面的 还有灯池方面的 像灯池的话 作为上师在灌顶的每一个 你要不管是哪一个本尊的灌顶的时候 当时的灌顶要到位 比如说你要灌一个金刚萨埵顶 那么一层一层的 所有的这些灌顶和所有的咒语 所有的这些 包括你当时所用的 宝瓶也好 甘露也好 还有水晶也好 全部都是一个一个有灌顶的 这种瓷地都要圆满的 然后作为弟子 跟着上师的声音 自己也是要跟得上去观想 第一个是要剥瓶灌顶的时候 你要想要剥瓶灌顶的时候 研造上师的声音怎么样 其实最好的现在很多人 尤其是不同语言的 一些弟子和上师之间 上师说 我已经给你灌了一个上师心底的顶 你灌完了没有 我一直在这里等等 灌完了是吧 好好好 那就灌完了 到底上师是灌的什么都不知道 到底是念大字在其他文 还是真的灌了顶 所以这个到底能不能得到 不得到呢 还不好说 因为这个所缘缘的话 弟子和上师都通过 灌顶里面的这些道理也要 包括有些藏族的弟子 在上师面前去灌顶的时候 根本没有去观想 只是上师在那边念的时候 他自己在下面玩 虽然用藏语来说的 但是说的时候 也是基本上没有去观的 有个别的一些上师 以前上师去印度的时候 有个别上师 他每一个道理都是要讲 讲完的时候 一层一层的弟子们要观想 然后又观下一步 其实这样应该是很圆满的 否则有时候恐怕只是结上一个圆 结上一个圆而已 那么第三个圆 等未见圆其实前面的层次 也就是说前面灌顶的 比如说宝品灌顶的话 那么宝品灌顶前面 上师该做的一些行为全部要圆满 否则的话 前面的印没有了 上师该做的一些加行的行为 已经圆满以后 因为上师没有灌顶之前 他自己必须要修 自己进入本尊的坛城里面 自己接受灌顶 在幻化的本尊面前 自己每天子要得灌顶 自己要观想 观想本尊以后 再给弟子灌顶 然后再给弟子灌顶的时候 前面所有的 包括牟语 忏悔 还有进入坛城 这些异顶全部过完了 然后再下一步 宝品灌顶 那么宝品灌顶 是什么样的仪称的话呢 一步一步地下去 祈祷 中间正式灌顶 最后念咒语 把灌顶加持品融入你的身体 最后灌顶的含义 全部完了以后 然后再进一步 后面的 不管是秘密灌顶 智慧灌顶 居易灌顶等 其他一步一步地下去 前者作为缘 后者作为果 这样的关系叫做当无间缘 如果你这样的关系不具足 或者说次第错乱 或者次第前面的任何一个 最关键的条件不具足的话 就像世间的任何一个 有持续的仪称 中间不完美一样 也不得得不到灌顶 如果从二营寺院上面 进行衡量的时候 求灌顶的人都是比较多 但是得不得得到灌顶呢 可能要观察 上师和弟子的很多行为 包括这个 所以我们在今天 稍微给大家也讲一下 现在灌完地以后 灌顶其实是你灌溉一个水 你的相续 这是成熟的一个作用 那么灌完地以后 是不是成就呢 还不行的 真正要解脱的话 然后再讲窍诀 比如说 我金刚萨埵的灌顶 已经得到的话 那么允许我进入这个地方 我的相续作为砍了 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 我一定要把金刚萨埵的法门修行 我们平时也是能成熟的灌顶 能解脱的窍诀 能成熟的灌顶没有的话 那你不能进入这个门 你光是得一个灌顶 从来都不修 现在很多的 我去大城市里面经常 哦 这个上师给我灌了一个顶 他灌完顶以后 你修了没有 没有 没有 上师也没有修 我也没有修 这个上师也给我灌了 那个上师也灌 灌的地势比较多的 但是修行没有的话 当然给你种下一个种子 或者对你善法的一种滋润 都是应该算的 但真正的修行 得到这个灌顶以后 必须要把这个法门 才开始真正地修行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跟大家讲一下灌顶的基本 其实这样的灌顶 像汉传佛教的有些 比如说 《佛登尊圣陀罗尼经》 他的讲义里面也讲了 甘露灌顶 光明灌顶 还有种子灌顶 智影灌顶 俱仪灌顶 也讲了很多灌顶 但灌顶的方式当然是 并没有进入 密宗当中最高的 马哈尤嘎 阿尼尤嘎 阿迪尤嘎等等 因此以前有个别显宗的上师说 灌顶是没有用 灌顶是什么什么 那我在《密宗断火论》里面 也说过一些 这书的原因 有些对所谓的灌顶都不了解 甚至以前汉传佛教里面 有比较出名的上师都是 他说 灌顶跟弟子灌顶没有什么差别 也造了很多的 显现上造了业 但是如果是菩萨的话 先灵当别论 这种说法都是自己不了解 自己不了解的时候 经常有些人会说一些不如法的语言 灌顶也有三种 首先是具有法相的 金刚阿瑟尼 让我们进入坛城 以后次月灌顶 这叫做是集灌顶 所以我们平时在很多上师面前 经常求到的这种灌顶叫做集灌顶 依靠上师瑜伽 不管带其他的外缘 自己得受四灌顶 我们前面还是后面吧 应该是前面 对 刚刚讲了前面吧 莲花生大师的身口业和信件 发出四种光融入自己的四处 然后获得了四灌顶 这样的观修方法 叫做是道灌顶 然后究竟果位 最后十地末位的时候 能获得了光明光顶 或者生命无二观顶 这个时候真正能获得成就的 像《华严经》里面也讲了 得法王位的时候 就是无量自在 得到法王位 也就是说要接近获得佛果的时候 会得到无量自在 譬如世间灌顶受之 其实灌顶 在显宗当中也是有的 就像世间的转轮王 让他的太子要上往外的时候 世间有一种灌顶的传动 同样在果地灌顶的时候 十地末位的时候 十方诸佛的心口发出无量的光 接触到十地末位的身体 安慰 赞叹 通过这样的加持和方便方法以后 进入佛地也有这样的 所以这叫做现前正等觉的 真正的过灌顶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 如果极灌顶的条件没有 过灌顶现在可能很多人来讲 显现上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到灌顶的话 自己也经常想 早上起来的时候 晚上睡觉的时候 经常莲花生大师的散除发光 融入自己的心 这样的修行方法 这就是真正的灌顶 非常非常的重要 经常这样修持 最后心就慢慢会跳入 堪冷 确实有些所谓的修行人 靠长期的修行非常重要 上师瑜伽也具有清净圆满 成熟的 三种不可思议的甚深窍诀 上师瑜伽 刹土清净 发愿圆满 成熟自相续 有三种不可思议的这样的窍诀 在实修真心的时候 一般来说 所有的潜行法都不能弃之一旁 尤其是观修生缘次第时 依靠上师瑜伽法 而到受灌顶 你看这里已经讲了 尤其是我们在修加行的时候也好 修真心的时候 生起子地 圆满子地 大圆满的时候 一定要经常修上师瑜伽 得受道观顶 是每一族开始 不可缺少的殊胜窍诀 如果是一个信心施主 誓言清净的修行人 那么仅仅是依靠圆满修行 这以上的正道 也可以不灌待真心法满 而往生到妙佛 吉祥善德 我们前面的 因为按理来讲 这个是前行 修了上师瑜伽以后 修往生法 再修生缘次第 无上大圆满 按理来讲 他的次第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特别有信心的 誓言也清净的 而且自己特别精进的 这种人的话 那么后面部分不修也可以的 到这个位置 应该只修一个坚心 只修一个加行 只修一个上师瑜伽的话 自然而然直接都是 到莲花生大师的刹土 或者极乐世界 都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些 藏地高僧大德的传记当中 有些上师 只听过一个前行的传承 其他的 我好像以前写的 《密宗成就略损》 你鼻涕这么多啊 我都开始出来了 以前我们讲过吧 就是只修一个前行 没有修正行的 直接后来鸿生成就的 这样的故事也是比较多的 在《乃伊清净刹土》当中 通过四种词明 前面也讲过 到比日益运行 还快速地 直接获得普相王如来的果位 这是我们讲的祈祷上师 所以这以上 的确是特别深的一个法 我们可以怎么讲 口头上可能只有这样说 但实际上 你们每一个人看吧 对前行的众是什么样的 我都觉得我们有个别人 对前行的众是并没有特别的 我今天看到 我们学院里面的一个堪布 他是在外面的地方 借了一本前行的藏文书 藏文书上面有一点点注解 他就非要想福音 后来那个老修行人 他就要求两三天当中必须要还给他 他的生命一样 一直给他要求马上还来 今天都说 我要求他们 部分的有一些大概一百多页 那个我们福音是引了一下 其他的我翻了一下 《大圆满前行》有个别的教证 稍微有一点注视 我当时心里想 藏族人 很多修行人 都是对《大圆满前行》 特别重视 哪怕是以前像 易空喇嘛的弟子 头嘎如意宝的弟子 还有很多的那些 他把《大圆满》 稍微有一点注解 稍微有一点几个教证的注解 他们把它当作 非常珍贵地来 把这个法本非常重视 可是我们金刚降魔咒 魏咒的很多汉族弟子 可能一说上师心地 一说一些高的法 他就比较重视 一说前行的话 可能在我的眼里 并没有看到那么重视 我都是在当时想 哎哟 我如果用藏语来讲 现在我们《大圆满注视》 也许我讲得不一定很好 但不管怎么样 还是我用了一定的时间 包括里面所有的公案 基本上在佛经里面找到了它的处处 在藏文当中以前可能历史上 不一定有的 华智仁波切讲完了以后 这么广地去研究前行的人 在我们藏传历史上 有没有 我不知道 也许我的话可能大了一点 但是原来我讲《入行论》的时候 也是说过的确是 《入菩萨行论》的藏地和印度 光是比较多的 但是我们讲集算是最广的一个 如果我讲《入行论》和《大圆满前行》 用藏文来讲 然后我们下面专门有一个藏文编辑 编成了这么多书 应该我也不像现在一样 比较聪明了 可能会这样的 但可惜在汉地讲 汉地虽然人很多 但是好像对《前行》 对《入行论》 这些都并没有那么重视 这是对一些灌顶 对一些七弓术 对一些比较高的密法 那这个法本比较重视 我没有看到一个人 一直天天背着《前行》 包括《前行》的一些教证 《前行》里面的很多公案很重视 以前的很多老修行人 前行当作自己最 就像我今天说的那个老修行人 两三天一直吹他 马上还过来 你把我的树弄砸了 我的树会不会掉了 那掉了 我自己死了 没有什么差别 那个堪布说 一直那个老修行人 我说这老修行人 真的还是把前行很重视的 我们有些道友 可能前行不会那么重视 你解决 你要紧 你拿走吧 没事 没事 这个法本我也觉得很重的 没事 你拿走吧 拿走吧 可能会这样说的 这也许是我的邪见 也许真正是我们现在很多道友 都是通过非常努力地做出了 《前行》可能会有八本书了 但这个八本书以后谁看呢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看 如果它是藏文的话 它应该会收集 尤其是我们这一群人 离开了人间以后 可能会收集在 比较珍贵的传记当中是这样的 但汉文那样太多了 再加上整个历史导致 可能重视的人 并没有那么多 好像一说讲前行的话 包括我们前行的课堂上 表情是一般般的 有时候表情也可以看出了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今天也不是很失望的 但是心里确实有一种不同的心态 这个也许是正确的 也许是不一定正确的 不过我们很多道友还是非常努力的 包括前行的一些光盘也好 前行的一些书也好 希望道友们一定要把里面的文字交对 很多方面应该这样的 有个别的道友 包括我们光盘 有些是自己特别执着这个 但是执着的同时 希望很多其他有智慧的人 应该同意风格 多交对一下 这个很重要的 那天我自己讲的一个稿子 自己交对 交对完了以后 我自己都是没有施主的把握 我要求下面两三个堪布 你们再次看一下 看完了以后 可能里面的有些内容 准确度比较高 所以有些道友特别负责人 但是特别负责人的话 也有一个毛病 自己说 啊 我这个谁也不能摸 我这个光盘我自己做的 谁也不准看 如果你看了以后 那我就怎么怎么 这样一方面 我们大家都是应该很负责人的 但另一方面 我们中观和一面辩论的时候 也是心是比较那个的 应该你自己也是看看 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很多人的智者 这种智慧集聚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很好的 但有时候可能个人的创作风格 不一定完全是相同的 在这种过程当中 我们都可以面对面对一些辩论 我们经常在稿子上 经常在一些光盘上 很多道友都是不敢面对 哎哟 这个怎么辩论 这个怎么说 这个互相到时候害怕 别人得罪了怎么办 别人不敢了怎么办 别人生气了怎么办 所以写稿和一些在交对的问题上面 经常这一点 可能你们个别人是特别的 一方面对法本负责人 另一方面可能没有参加过一些 包括辩论这样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我自己写的 自己做的 自己很多事情 要求很多人再三交对的话 准确度比较高 应该在这样的情况下 希望你们以后 就是我们法本也好 广泛也好 这些都是 应该说是 我们这一代人离开以后 也许如果有一些 诸佛菩萨的护持 还会在一段时间当中 流传于这个世间 也但愿是这样 但具体怎么样呢 我们也不好说 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是很努力的 我自己也觉得 大圆满前行引导文 众生当中 也算是最广的一种讲法 也是第一次 最后可能是一次的 不可能以后这么广 好几年当中讲一个大圆满 都是我们 大圆满前行不会有这样的 在我的生命历程当中 应该说对自己来讲也是很有意义的 然后我们这里也听受的这些道友 也是很不容易的 都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应该专门来监督凡夫人的 传承上师 下面第三个是传承上师的建立 分如来密遗传和 慈明镖石传 然后菩提加勒二传分三个 也就是说 内三须传承大圆满前行的时候 为了使听法者的兴盛 听法者兴盛欢喜等一般而言 上师们都会在这个等候 坚约地讲一些 三须瑜伽为主佛法七缘历史的传统 所以很多上师在这个时候 讲一个大圆满的传承历史 华智仁波切说 在这里也是 坚密恶药地进行承受 被依止供承的千亿尼玛派 连续生起次第 马哈尤嘎 还有圆满次第 阿尼尤嘎 大圆满阿迪尤嘎的法媚传承 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也就是说 如来密遗和 慈明镖石传 还有菩提加勒二传 这三种传承 首先讲的如来密遗传 也就是说 诸佛本师普贤如来 无量大悲身边之中 显现诸佛刹土 还有他的讲法 圣经 以及诗生本师 无二无别的 从诸佛普贤如来跟他的刹土 和他所传的地方 还有本师和世生是无二无别 如来密遗传就是这样的 本师在和自己无别的 无生人云持命当中 无方佛 还有自己无生的 我们这里讲的法宝化山 圣河 还有不同金刚山这些 如还不可思议的 佛众眷属 佛众是这里无方佛 还有眷属的话 像观音菩萨 大势智菩萨 文殊菩萨等等 虽然没有通过 此举标示的方式来宣说佛法 但是以无情人云 大悲 自证智慧 自相光明 心中 却以无言的方式来宣说 这种宣说不是用云言 也不是用标示 比如说 普贤如来所有的这些境界 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 无二无别 完全通达 这种方式叫做如来密语传 应该是这样的 诸位眷属现前无道实相的密语 端正功德与本事成为 无二无别的 普贤如来跟所有的眷属 十方佛相续当中的 智慧当中的这些境界 全部是无二无别 这并不是用其他方式来传的 它是一种缘起 这样的 对于不具足这边 彻无缘分的眷属来讲 佛陀在以解体道成的方式 加以宣说 总的来讲 在不可思议的世界当中 随化显现种种 实现无数化生 饶益众生的 以以诸众生类 所类各不同 好像怎么讲的 大乘密言经当中是这样讲的 佛以众众生 随意耳饮化 应该有这个教证 就是说 佛陀在各自的众生不同面前 显现各种各样的身体来讲的 所以在旁生面前 或者甚至种种化现 像桥梁 大路 包括路灯 有很多方式来度化众生的 我们根本没办法彻度的 分别而言以六能热 化身形象来调伏六道 说化有情 六种能热 比如说 天界以第十能热 第十天 颜色也是白色的 他传讲佛法的 阿修罗他叫真心 颜色是绿色的 以这种方式来度众的 在我们人间的话 释迦牟尼佛黄色的 旁生的话 狮子分裙是蓝色的 饿鬼戒的话 严口尊者 颜色是红色的 地狱 中阴法王 颜色也是黑色的 所以我们六种能热 在文戒头里面 这些有广说的 六种佛陀的方式来度化众生 尤其是在这个南战部咒当中 释迦牟尼佛在人间天境当中 以此地转了三次法轮 而宣说了阴城的境律论 以及密宗外需部的 诗部 心部 瑜伽部 这些包括密宗的外需以上 经里面有这个教证 有什么样的教证呢 在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调佛贪祸对治法 佛说虑藏二万亿 调佛贪心的烦恼的话 佛陀已经宣讲了 虑藏方面的二万一千法门 调佛诚心对治法 佛说三藏当中的 净藏二万一千法门 调佛痴心对治法 佛说论藏二万一千 同调三度对治 天成痴同分对治法 佛说密藏 密宗当中的 刚才十续心绪 瑜伽续的二万一千 这个其实密藏 我以前用的密藏 是佛教的一个最根本的经 为什么呢 因为在经里面已经讲了 密宗八万四千法门 如果密宗不承认的话 那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不取权 我以前在一个法师的文章里面讲过 如果我们要承认八万四千的话 那么密宗也应该承认的 其实汉地的经典里面 也是有的 大积经 我们汉地有一个大积经 藏文里面是没有的 大积经其实有 好像二十九品吧 不是 大积经应该十六品吧 然后在他的二十九卷里面 有 欲行者二万一千心 慧行者二万一千心 吃行者二万一千心 同分行者二万一千心 同分行者二万一千心 这个跟这里的教证 基本上是相同的 然后说 众生八万四千个心所不同的了解 随其因化而宣说了佛法 所以我想这个教证 希望大家还是应该以后记住 意思就是说 具有贪心的人面前宣说了二万一千法门 可能他后面的这个心 藏文里面是三章分开讲的 但这里面并没有讲 但一次应该是一样的 这是《大积经》里面讲的 《大方灯大积经》 《大方灯大积经》 汉地有很多的那些临山的经记在一起 里面有什么《日葬经》 《月葬经》 有好多经典 那么这里面就是说 一个是 为了对着贪心二万一千 对着嗔恨心二万一千 对着吃心二万一千 对着同分的烦恼 也就是说 散度的烦恼 贪嗔痴都有的 这种烦恼二万一千 所以众生有八万四千个心的不同 所以佛陀如是的了知以后 根据他们的根机 宣说了八万四千法门 这样的话 刚才讲了《如来密遗传》 实际上它在内部来讲 是佛陀之间的一种交流 和智慧的一种传递 但是在众生面前 不同形象的 留到众生面前 留恋日来 我们众生面前 有些是贪身比较重的 那么他应该是用 也就是说贪心比较重的 佛陀讲的戒律方面的 嗔恨心比较重的话 佛陀讲大乘佛法的 包括慈悲心这方面的一些 大乘的精脏 吃心比较重 愚痴比较厉害的 这样的众生 讲对法方面的 阿毕达摩方面的 然后所有的贪嗔痴 全部都比较重的 贪嗔痴全部有平等的 贪心也有 嗔心也有 吃心也有 凡事就没有什么分的 那这种人最好是学密法 有些人贪心特别重的话 不一定非要学密法 你就学戒律就可以了 戒律里面专门可以调 如果嗔恨心特别重 天天都是跟这个争气 那个争气 口服心舌 口头上说得很好听 心像毒舌一样 那么给他讲经藏的法 传授大乘的 像《入菩萨行论》这些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众生面前 确实是佛陀说了 八万世间法门 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 每个众生的根机不同 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要学密法 不一定所有的人学禅宗 因此众生的根机不同 佛陀也讲了那么多法 我们最后如来密遗传的内容 应该以特别简单的方式来了解 今天讲到这里 感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